今儿啊 咱煎块牛排 顺便呢 教大家在家里面做一个既方便又美味的黑胡椒酱汁 锅中留些底油 下入蒜蓉 蒜蓉呢 咱们别把它剁得太碎 让它要有一些颗粒感 蒜蓉煎香后 放入洋葱 胡萝卜 放入番茄沙丝 一小勺的生抽 一小勺的蚝油 皮鲜 有条件的 咱再来点红酒 加上清水 调上一些白糖 加入黑胡椒碎 起锅前加入一些黄油 提香 黄油完全融化 关火 这化好的牛排啊 咱们得试 现煎 现烟 盐 黑胡椒 葵花籽油 起锅 上锅 在家里边我们煎牛排的时候啊 这锅 您记住了 一定要烧热 锅烧热 直接下入牛排 我们在家里煎牛排的时候啊 您像这个厚度的牛排 我们就是要煎四面 每面煎三十秒 每面煎三十秒之后 我们给它封一下边 翻面 继续煎制 这会儿可以放入一些迷迭香 蒜片 继续翻面 我们在家里煎牛排的时候啊 切记切记 别用黄油去煎 因为黄油的燃点很低 所以很容易把这牛排煎糊 这牛排煎好了 这醒制啊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煎多长时间 我们就要醒多长时间 牛排醒好后 直接改刀 最后啊 再淋上这黑胡椒酱汁 这牛排啊 就齐活了